好,我们今天继续例行公事 然后挨个去看一下大盘的环境 还有我们手里持有股票的一个表现状态 我们先看那斯达克的一个表现 上周五的时候 我是说到他这边大概率应该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局面 然后周一的开盘 给了一个很亮眼的一个表现 然后往上去走了 这个基本符合预期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接下来大概可能是个小回调 然后还会继续往上走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罗素的这个表现 罗素呢 他也是有了在这个缺口位置支撑的时候 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弹 同时他是也和纳斯达克的走势 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同步的状态 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 我们再看标普 标普的话 他是有隐隐约约的往上跳 继续跳 然后他有一个这样反包 前面的一个小阳线的一个继续往上走的过程 也还是非常健康的这样状态 大盘这一块我们暂时不用太多的一个担心 好简单就是这样 那我们继续去看看手里面的具体一个股票 从上正午的时候我在思考 就是说比特币如果说他突破了6万 呃 并且站稳这个大关的话 那么他的一个表现呢 肯定他有个惯性啊 他会往上去那样冲一下 这样的话 那他的一个走势呢 就当然是有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啊 他的比特币股票 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看的以太坊的这个HIVE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呢 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然后这边一个一个点位的一个抬高 然后这样往上走 可能慢慢的话 如果比特币后面走尾的话 可能还是能到5块左右的一个位置啊 还是不错 另外一个就是SOFI之前老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股票 然后他到这个位置 回踩 然后继续往上去创 这个我很一直坚持在持有 可能我的目标呢 当然就是一个前高啊 40左右的一个位置 现在呢 他刚刚来到了20块8啊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继续期待他有个更好的表现吧 这个股票呢 我们就不多说了 N1这个股票表现稍微差一点 但是呢 前面这个阳线的一个作用 他还是起了一些挺大的稳定支撑的一个作用 然后面那个回调 也是比较有一个数量的一个回调 然后继续期待一下 他能慢慢的往上去走啊 然后到这个6块97块的位置还可以去再加仓 因为他始终还是没有去爆发出来的啊 那这个股票呢 呃 前面爆了一波 他短期呢 可能起来确实也没有那么快 事后他这个表现也还真是这样啊 那么S这个股票呢 就不用多说了啊 没有问题啊 质地手感挺好 然后这边下去 然后起来 然后又开始往上去走 然后这样一个过程 期待应该是到一个过了前高的位置 应该是位置不大啊 然后他这个网络安全嘛 这样股票 CRWD呢 目前是肯定是能过了前高了啊 然后到300没有什么问题了 继续持有 SR那个那天看到了一下表现比较差一点啊 差一点 那就先考虑他了啊 然后他回调看看能不能到153左右的位置吧 如果站不住 那就短期不用看了啊 ZBLU这个 哇 这个很烂的啊 那这边又下来了 可能要回测一下14块4左右这个位置 SPWR这个我是走掉了啊 然后后面的话 如果这边区间上面站尾的话 也就这个位置啊 25块8左右的位置 那么还可以考虑 先让他回调吧啊 Whit这个比特币的股票 呃 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冲高回落啊 然后这边去看接下来的调整状态 能不能在这里站尾 然后再继续往上反包去走 如果不能 那么接下来 他就是一个区间这样状态 能期待他有在上面去进行一个跳舞 这样的表现 呃 AFM呢 一如既往的好啊 是有啊 我们不严顶 PLTR哎呀 莫及 可能到这个位置再去起来 RCLO啊 不用看破位了 嗯 后面去看能不能走上去吧 如果走上去慢慢的会 会不会出掉吧 特斯拉非常的棒 啊 然后又又快到财报了 财报之前 后来说财报那天 考虑一下要不要出掉 因为这边已经拉上来 财报之前这么多 啊 然后看一下 能不能摸一下钱高900吧 我估计应该还是问题不大 SPCE 哎呀 这个股票呢 完蛋了 啊 可能真要等它起来 真的需要到明年这个时候了 FCLO这个股票呢 它是突破了前面的一个区间上演 而且强劲有力的去突破 接下来我期待它是有一个快速的回调 然后再往上去拉 因为底部这样爆发那么大的动能 啊 让我有点慌啊 所以说我暂时不打算上这个了 啊 等它调整吧 我再去考虑 如果现在不调整 一直拉上去呢 我没有二话 对吧 然后当然它的基本面是稍微有一点的 FUBO啊 走势比较亮眼啊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到这个 35吧 啊 这一波上去 确实呢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间位置啊 在这里站住了 然后上去 那挖 现在这边挖了一个坑嘛 然后这边上去 就是上去 我在这里上的车 现在还有啊 DK Any Girl呢 这个 暂时没有什么动静啊 但是为什么呢 它这个 有NFT的这个概念 它现在 呃 和一个NFT的一个合作 它又强强加入了NFT的概念 看一下股票表现吧 反正基本上这里47左右的 47块5左右的位置 它是有一个起伍了 一个状态了 走伍了 DLO这个 想希望继续往上去走吧 看看能不能走出来 FUBU那样的状态吧 如果不能的话 呃 那么也不要太担心 因为这些股票呢 是和亚马逊这样巨头去合作的 和巨头这样合作的话 它的流量这块 包括它的业绩 至少短期 是有一些这样保障的啊 所以说 可以去多等一等给它点时间 但是仓位不要太激进 加得太快啊 APS这个 嗯 昨天呢 有个反包啊 看一下 期望 现在能不能到100吧 然后过了钱高的话 那么就是 可能差不多这一波就可以了 啊 就这样比较小的股票呢 它的表现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 然后OPEN这个表现 昨天同样的 它有了这样 你看这个结构 多头很完整的啊 然后大家回踩 然后这边再继续上上 往上去走啊 这样才很OK的局面 没有问题 S&P这个 我虽然不知道昨天 它为什么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吧 啊 应该能慢慢的上去 到85左右吧 啊 这是一个差不多这个目标位 MP我还是那句话啊 混本之后 或者说过了这个位置 我再看要不要继续持有 嗯 另外一个 昨天开了一个新仓 它叫APP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呢 那我们先加入进来 啊 作为一个初次的一个 目标筛选和观察 因为这边它上来 然后有个强劲的 这样往上去走 然后这样的话 有点上不去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看一下 它能不能 踩尾这个位置啊 如果踩尾的话 那是一个比较OK的局面 如果踩尾 哎呀 那就难办了 你可能是到这里了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间 我们先给它一个机会吧 看看能走出什么样的啊 这样的股票呢 基本面也还是相当不错的 你类似于APPS吧 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比较小的一点 这样的股票 其他的有一个就是AMC AMC 这个我是没有买入 感觉没什么好感 因为我这种觉得 被WSB沾上的 没什么太大的 这种好操作的啊 所以说我就暂时 我不考虑这个了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这样的股票 CYJ 这个比特币 加密或比交易平台吧 现在已经293了啊 然后这样的话 昨天的高点应该到296了啊 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股票 呃 接下来的话可以防低加长 如果手里没有比特币股票的 可以继续去买入它 然后它的一个期待呢 有一个到300左右的一个位置吧 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所以说呢 这些今天呢 就讲那么多股票 然后机会呢 还是很多 每天都有啊 不要太担心啊 大盘呢 也不用太 起人忧天 说就崩盘了 这样那样的 美股的自我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一次我非常强烈的看到了啊 那非常ok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要保持每天跟踪 保持每天的一个复盘分析啊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期待啊 然后去它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吧 啊 然后这边它是到了一个这样的位置啊 所以说我想看看 接下来的表现吧 它能到这里回踩 然后站位 然后就可以继续去加仓上车 非常ok的 起码你手里要抓一个比特币的 这样相关的一种股票吧 啊 你不说老牌的MARIoT 这两个不买的话 其他的交易所 这个肯定是要买一买的啊 你不买的话啊 这个很难办的啊 那但股票手里起码要有一个牌啊 没有这个牌子不行的 它这边是一个扩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势 然后这样一点一点点 然后震动 然后再这样去走啊 正好是一个相反啊 那我们不看这个也行 不看这个 那它就是一个这样枪高啊 然后这个区间里面 如果它能再这样稳固一下 这样的更好 如果稳固不了 它上去之后 它再回踩这样的 也是一个挺ok的一个局势 啊 然后就看一下 它想怎么走 想怎么玩啊 这样的 就是说我给它一个机会啊 画一个线啊 这样的状态 不错 是吧 好 那今天的盗盘的话 就是这么多股票呢 我也该讲 我也说完了啊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复盘和操作 不代表任何投资和建议啊